这条由台九线通往秀山的乡道 第四崎岖面宽仅能容纳一部车通行 在这次凤凰台风夹带的暴雨 让路面受创相当严重 这里居住上百户居民 唯一对外道路受损 出入交通不便 经过县府会刊之后决议 规划进行道路修缮 走长度达三公里 我们经过我们实地线看之后 我们发现实在是有改善的必要 不过因为整个路线太长 我们大概今年必须要分段来做 我们今年答应他们这个 做三公里左右 那么大概在一两年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路整个来铺平 为了提供南回县应有额托鱼的需求 台中线计划将太马里消防分队旧厅社 改装成为公共托鱼空间 在4号当天 由台北士林福伦社与郭源艺食品公司联合捐赠70万元 作为太马里香托鱼中心宣爱馆的装潢经费 那整个规划非常的这个精盛尽美 最主要希望把所有的亲子相关的 都能够带给我们太马里香 或者是太马里香地区 还有我们南回县地区所有的亲子 好谢谢谢谢谢谢 有时候 他在你家的带孩子 喝酒有什么事要去处理要去倒茶工 那个小孩子不知道往哪边摆 带着孩子去不方便 我们就可以接受临托 几个小时在这边 让他们把小孩子交给我们 交在这个托鱼中心这边 可以非常安心的 去处理他自己的事情 带他们来到几年 给我们家的社友 来参加台东县 台马里香的 这个 可以说是多功能的 活动中心 宣爱馆 这个 赠送便宜 我感觉非常非常欢迎 也感觉非常非常荣幸 在德芝县内 继续增加托鱼中心 台北市林福伦社 与郭元义食品公司 特别再次指定捐款 协助进行宣爱馆的工程修缮 如同酒逢干旱的吉时雨 让南回县的民众 期盼已久的愿望 不久之后将会实现 东台新闻杨国柱 台马里香报导